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气象 其实呢今天受到寒流南下的影响 清晨呢大家一定有感觉到 其实还是蛮凉蛮冷的 不过呢也因为这波寒流带来的是 比较干冷的空气 所以在白天很多地方阳光都露脸了 也受到阳光加温的影响呢 中午的时候其实还算是温暖 还算是舒适的 不过提醒您这波寒流呢 还会持续影响台湾到明天 礼拜二的清晨 所以在礼拜二的清晨呢 个地还是比较冷一点点的 只是呢因为是干冷的空气 所以明天呢依旧是多云到晴朗的 稳定天气形态 预估啊未来这几天 因为水气都是比较少的 会有一段长时间 比较稳定有阳光的好天气 只是呢也因为这样子 晚上跟清晨的辐射冷却现象 会变得比较明显 日夜温差大哦 这个低温呢 还是有机会在明天清晨出现 只有7到9度的低温 所以提醒您呢 虽然说白天气温回神 但是呢日夜温差大 清晨跟晚上还是比较冷的 大家要多加留意这样子 温差大的现象了 至于呢在风的部分呢 这个东北季风在明天 会开始减弱一点点了 海面的风浪会减小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 强震风的现象哦 所以特别提醒您 海上作业还是要多加的 小心跟注意 至于今天的农业小丁女呢 也要提醒您了 刚嫁接的高阶里呀 所以提醒您 要可以套上呢这个塑胶套 以防寒风 特别是最近呢 其实在清晨跟晚上 感觉都是比较冷一点点的 套上这个塑胶套呢 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 以及灼果率哦 提供给您做参考 另外呢寒流刚过哦 尤其是呢 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三波寒流了 相信呢有很多果树 都有发生一些寒害的现象 提醒您呢 应该适时的进行修剪 输化以及输果的措施 提高啊其他这个果树 它的这个生长的几率了 好至于在天气上面的部分呢 其实刚刚提过了哦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都是受到干空气的影响 台湾附近的水气 都是相当的少的 而且明天呢 冷高压就会逐渐的 东一出海了 所以明天呢 白天开始风场 慢慢转成 比较偏东风东南风 这个时候呢 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了 所以其实呢 万一整个星期呢 天天的气温会 一天比一天还要再温暖 到了这个周末假期呢 甚至各地都有机会出现 二十四五度左右 非常温暖舒适的这种气温 大家可以好好地把握了 那么什么时候天气上面呢 才会有大一点点的变化呢 现在看起来要等到下个礼拜二 初五的时候呢 才会有一波新的水气 逐渐移近台湾来 才会开始再度的下期雨来 所以可以看到 未来这几天呢 其实天天都是好天气 台湾附近的水气 都是相当的少的 所以未来这段时间的降雨机会 都不高 可以看到呢 明后天一直到呢 除夕夜几乎都是不会下雨 就只有初一的时候 东北风稍稍地增强 在阴风面的北部 东部地区有一点点机会呢 是云量偏多 有一点点飘起 短暂降雨的情况 不过降雨其实都不明显 整体来说 初一的天气也不算太差 所以呢 其实在未来这几天的天气部分呢 就只有在下个礼拜二初五呢 天气会有明显的转变 其他时间呢 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朗的稳定好天气 会过个比较舒服的年 所以也建议大家了 未来这段时间呢 真的可以开始从事一些农业的活动 都是可以的 只是呢 日夜温差大 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 温差对我们的作物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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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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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